西蒙上台执政超过半年 近来却被批评改革步伐太慢 西蒙主席同时也是副首相的 纳杜斯里旺阿兹沙 今天公开的促请选民 再给西蒙一些时间 来修复国家60年累积下来的问题 而在谈到雪州世贸越补选的问题时 针对一党主席纳杜斯里哈迪阿旺 昨天说如果土团党败选 行动党和公正党应该负责 旺阿兹沙则回呛 哈迪阿旺的这个说法 逻辑不同 世贸越补选竞选期 剩下最后一个星期 西蒙主席旺阿兹沙 今天一早前往当地出席活动 助选造势 对于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声称 如果土团党败选 错不在伊党 而应该怪罪蓝眼和火箭 旺阿兹沙回呛 这种说法逻辑不同 因为西蒙彼此间相互合作 当然希望获得选民支持 旺阿兹沙也重申 西蒙身为一个联盟 公正党及行动党 肯定全力支持 土团党的竞选活动 对于外界批评 西蒙对线承诺的速度太慢 旺阿兹沙则则请外界 多点耐心 再给西蒙多一点时间 旺阿兹沙则强调尽管面对阻碍 不过西蒙自从赢得政权之后 就努力兑现每一个承诺 她说如今反对党要说什么都行 但西蒙的主要目标 就是导振国家振兴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 她希望世贸越选民支持西蒙 让州议席 州政府和中央 都建立良好关系 让人民受贿 NTV7综合报道